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小呢 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估计说的是那种干的鱿鱼 干的鱿鱼 它干了之后很小 你拿水呢 一泡它 呼一下长起来了 可能是品种问题 你现在买白菜还有各大各小的呢 这太正常了呀 会不会是产地不一样 产地的问题 我觉得有可能是被什么东西泡过 这忽大忽小的鱿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鱿鱼常吃 但是您注意过鱿鱼的大小吗 您知道鱿鱼究竟有多大吗 我们从海鲜市场和超市 两个不同渠道买了鱿鱼 发现不仅隔儿头不一样 而且颜色弹性上也有区别 同样是鱿鱼 海鲜市场里的鱿鱼和超市里的鱿鱼一对比 简直每个都可以算是家大号 但是就是这种大号的鱿鱼 在市场上随处可见 为什么不同渠道买的鱿鱼 大小竟然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 网上的传言则更是让人不寒而泌 有人说是活检泡发的 泡发后的鱿鱼不仅变大变脆 而且肉质更厚 价格也上去了 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用实验进行验证 把普通的鱿鱼和昨前泡发的做对比 看看其中的差别 首先把一只冰鲜鱿鱿称重 重量为310克 接下来把果酱倒入青水中 再把称重后的鱿鱼放进去 浸泡五小时后 鱿鱼的重量为542克 你原来重了232克 重了将近一倍 按照我们在市场上 15元美金的价格来算 泡发后的鱿鱼贵得将近7块钱 为了进一步进行验证 我们对干鱿鱼进行同样的处理 取两只干鱿鱼 两只重量分别为157克和154克 分别用清水和火箱进行浸泡 五小时后 重量分别是281克和400克 也就是说 用清水浸泡的鱿鱼 比原来的干鱿鱼重124克 火简泡发的干鱿鱼增大了246克 按网购时 美金35.5元的价格来算 比清水泡发的贵了17.4元 看来火简泡鱿鱼确实会让鱿鱼变大 不过可这海鲜市场上的超大鱿鱼 真的会使火简发胀的吗 我们继续实验 我们随即买来了来自海鲜市场的超大鱿鱼 来自海鲜市场的猪耗鱼 来自超市的小耗鱿鱼进行火简检测 分别从三种鱿鱼上取10颗样品 剪碎后加入蒸馏水 静止10分钟 搅匀后用PH式纸进行检测 然后和笔色卡进行颜色的比对 PH值的监测标准为1至14 中性溶液PH值为7 如果小于7 说明鱿鱼偏酸性属于正常范畴 如果大于7 说明鱿鱼偏碱性 则很可能被错过手脚 经我们的检测结果表明 2号样品和3号样品的PH值值 大约在6到7之间 它的PH值是小于8的 所以我们说它并不含有工业碱 而1号样品它的PH值是大于8 我们猜测它可能含有工业碱 火简鱿鱿鱼对人体危害有多大 购买鱿鱼的时候 又该如何正确分辨呢 一起回到演播室寻找答案吧 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实践顾问 庞然有请 实践顾问庞然中医博士 中国中央信息学会 临床研究分会委员 来咱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火简 火简 火简是工业用的 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部简 用它泡过的鱿鱼 一方面可以保鲜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增加分量 最严重的会导致什么后果吗吃了 其实这火简本身是一味重要 但是据《本草纲目》记载 它的毒性非常大 所以从来不见人内服 如果不慎吃了1.95克以上 就会导致人立即死亡 立即死亡 就比皮霜还厉害呀 对 是不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铁板鱿鱿 烤鱿鱼都有可能是这种火简鱿鱿啊 我跟你说 最有可能的是街边摊的那种 您看现在啊 这个夏天啊 经常有这个大排档 大排档呢就有这个鱿鱿 一般呢都是盯傍晚出摊 到了这个晚上之后 凌晨了 他们才收摊 有时候您看那个鱿鱿就搁在一个泡沫箱子里头 我一直就说这个保鲜 它怎么怎么做到的呢 那么长时间它怎么能不坏呢 今天听您这么一说 我估计可能是里面放了火简 其实除了火简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物质处理完鱿鱿 鱿鱿鱿鱿鱿鱿鱿会变大 那是什么呢 就是我手里的这片液体 法尔玛林 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它不是很熟悉 如果你去医院的外科诊室看病 经常能够在外科诊室门口 看到一排排玻璃柄 玻璃柄的有一个个瓶子 瓶子里头泡着什么各种器官 比如肾啊 然后胆囊啊 肝脏啊 什么能看到这都泡在液体 那个液体就是法尔玛林 这个福尔马 您吃了肚子里 对人体有非常大的危害 轻的话 您总会肚子肚子疼 然后不泻 严重的话 还可能损伤干支功能 听完了 我张德文都不好了 我太恶心了 真的 别吓唬我了 我最爱吃路边摊的 这火简泡过的鱿鱼 我不否认 人家都说了嘛 但是我觉得呀 这化学泡的东西 我们一闻就能闻出来 你根本闻不出来的 尤其是说我们街边 吃的那种铁板鱿鱿 烤鱿鱼 它一定是会给你 刷酱料的呀 刷酱汁 烤完喷喷香 你怎么可能吃得出来 那也不能说 所有的这个鱿鱼 都是被那个 化学物质泡过的呀 那我们买的时候 怎么区分这个 正常的鱿鱼 和泡过的鱿鱼啊 因为我是真爱吃这个 你有没有碰到这种鱿鱼 一咬觉得特别脆 一咬起来咯吱咯吱吱吱 有有有有 因为这种它 就是烤得刚刚好 也有经常在台下吃 所以刚刚好的话 咬起来就脆脆的呀 真是不对的 这种一般 这种鱿鱼 比较脆的鱿鱼 是我们经过 活点泡过 复理过的 不吃了 好再也不吃了 所以我们平常去买 这个冰鲜鱼的话 我们怎么去判断 它有没有被 这个化学药品泡过呢 来 今天我教大家几招 第一件事就是看颜色 这个鱿鱼啊 看起来 你看颜色是一个大红的 然后呢 大红色 对 然后表面有些纹底 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新鲜的鱿鱼 一般来讲 没有处理过的 这怎么这么像挑地瓜呢 这个表面有一点灰暗之色 没问题 倒是好 对 如果说这个鱿鱼了 表面看起来非常光亮 看着又大又白 这个好 这样一般就是 处理可能性比较大 小心了 先这一看 第一看 第二 闻 闻什么 闻闻这个鱿鱼的气味 咱们要是鲜鱿鱼了 闻起来有点很松味啊 这些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处理过鱿鱼 你去闻起来 可能有一种碱味 酸酸 或者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摸 咱们新鲜的鱿鱼啊 摸起来 有一定弹性 有点韧性 而这种处理过鱿鱼呢 摸起来表面比较光滑 另外呢 尤其这种处理时间比较长 你稍微一掰啊 有可能还比较硬 容易能掰舌 三种方法 一看 二闻 三摸 来判断这个鱿鱼 是不是正常的鱿鱼 没错 既然会挑了 就是要处理这鱿鱼了 处理这个事啊 我是真不在行 但是呢 在吃这上面 我倒可以谈一谈 夏天真的是太热了 不愿意进厨房 所以又没有 又简单又省事 又美味的懒人吃法呢 今天我也给大家 带来一道美食 这美食呢 既有鱿鱼 还包括菜跟饭 能当饭吃 还能下饭 真好 到底是什么呢 鱿鱼饼饼饼饼饼饼饼 既能当主食 又能当腐食 最主要的是 做法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实践出真知 鱿鱼 最常吃的无外乎 烤鱿鱼 铁板鱿鱿鱼 以及酱炒鱿鱿鱼 但是您知道吗 简单几步 在家也可以做出 鱿鱼的国宴级吃法 一起跟着 国宴传承人 王志强来学学吧 鱿鱼的脆嫩 蒜苔的清香 鲜美的金箍 以及混合在一起的蛋香 在口腔中 既是独立的个体 又能完美地融合 又岂是一个箱子 就能概括 所需要的颜料 鱿鱼 蒜苔 一小块五花肉 细放菇 胡萝卜 原料处理起来非常简单 所有的原料 切成大小相反的小碎丁 但要想口感更好 鱿鱼的处理工作 是美味的前提 简单两步就能处理干净 第一步 去膜 鱿鱼表皮的膜 腥味很重 而且很容易让肉质 变老变硬 所以建议您 最好用白醋轻轻擦拭 很容易就去掉了 鱿鱼虚上的斑点 则可以忽略 第二步 清理内脏 很简单 从鱿鱼一侧切开 把肚子里的东西 全部掏出来 把鱿鱼清洗干净就好了 另外鱿鱼背上 有根软刺 直接取出来即可 再次用清水清洗干净 切成大小相反的小切片 而作为一道 可以代替主食的菜肴 可以加入面粉 汪厨经过多次的尝试 留出蔬菜和面粉的 最佳比例 今天这道菜里头我们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 里边用到了面粉和各种的食材 那么面粉和别的食材的比例是一比三 为了口感均匀 一定要让面粉均匀地裹在食材上 加入适量的盐调味 蒜台海鲜饼 更独特的地方在于 混合后的食材不是用水调和 而要用鸡蛋拌匀 鸡蛋的用量要根据食材的多少来决定 能够把食材拌匀就可以了 刚初提醒大家 鸡蛋搅拌时间太长 回一屑 搅匀就可以 锅里放一点底油 取一点放在瓶底锅中 按成小饼就可以 等小饼煎到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 刚出锅的小饼冒着热气 带着扑鼻的香气 是口感最好的时候 有肉有菜 有海鲜 还有主食 搭配完美 而如果你想作为下饭菜 也很简单 加一点自制酱料 我们的鱼饼 又可以变身下饭美食 那么今天我们这道菜里头 用到了两种食材 黄豆酱和香辣酱 这两种酱加起来之后 能起到一个开胃 下饭的作用 把豆瓣酱和香辣酱混合炒香 它们的比例是21 然后加入清水煮开 放入煎好的小饼 小火锅度 等汤汁收浓 就可以作为米饭馒头的下饭菜了 食材经过用心的搭配和烹制 肉口感受到的是 完全意想不到的独特口感 说完了鱿鱼啊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这夏天使用率非常高的 一种调味料 打开我们的实践宝 得看一下下一个实践未解之谜 醋疗为何会致人中毒 都说这个醋啊 这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可以软化血管 怎么会导致人中毒呢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醋是厨房中最常用的调味品之一 多由糯米 高粱 大米等发酵酿制而成 除了调味 醋一直被认为有软化血管 美容养颜的功效 网络上关于醋保健的各种产品 也都卖得火热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醋已经和养生化上了等号 醋泡黑灶 醋泡鸡蛋 醋泡姜 醋泡花生等等 都被称之为醋的养生吃法 但网上却有这样一则消息 说有人因为喝了所谓的养生醋 竟然导致中毒 恶心 呕吐 甚至将近休克 后来经过洗胃才得到好找 本想保健 但却进了医院 为什么醋会导致中毒 是食材本身有问题 养生醋制作的方法不对 还是吃法部队 一起回到演播室寻找答案 这有人说保健 但是有人确确实实是住进了医院 在我看来这种吃法 简直是太奇葩了吧 这玩意有酸有腥的 这怎么吃啊 其实有很多中老年人 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中老年人 他们特别愿意去拿醋泡东西 鸡蛋呀 花生呀 黑豆啊 它真是泡什么的都有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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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这全都有 所以说问题就在这儿嘛 这醋啊 人人都吃 但为什么有的人就中毒了 有的人就没事了呢 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主要是我们对醋饮用的时候 有几个误区 首先我们对不同的醋不了解 不同的醋呢 它的酸度不一样 也就是说含醋酸的量不一样 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 每个醋皮上都有不同的一个 有度数 度数的标识 比如说这个老陈醋 它的醋酸含量是4.5%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白醋 它的醋酸的含量只有3.95% 那是不是醋酸的那个度数越高 应该越酸呀 对 没错 越酸 炒菜时候搁一点 一般没有问题 但是有些人为了绕化血管 他喝醋 如果说喝的不是太多了 可能会觉得胃不太舒服 但如果喝的醋特别多 就会灼上食道和胃的粘膜 严重了还可能导致溃疡的发生 哎呀 还有一点 我们盛醋的容器也很关键 到底是哪种容器容易出现问题呢 不再多说了 让我们一起实践 出真知 醋是家家必备的调味品 实践顾问为什么会提出 装醋的容器会导致 醋中毒这种说法 关于装醋的容器 我们大略统计了一下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原装玻璃瓶 也有这种大桶装的塑料 还有餐厅里常见的亚克力材质 也有分装在其他玻璃瓶 塑料瓶里 这些常见的容器中 到底哪种容器可能导致人中毒呢 片子看过了 大家觉得哪个瓶有问题 反着玻璃瓶没有问题 要不然的话 所有的粗畏什么都装在玻璃瓶里 对 我就这么认为的 我跟他们的观点不太一样 我个人认为塑料瓶也是可以的 因为您看呀 咱们市面上有很多像什么矿泉水啊 各式各样的饮料啊 那都是用塑料瓶装的 如果有问题 这些个就早就下架了 有问题的是塑料瓶 塑料瓶 为什么有问题呢 因为塑料瓶什么成分啊 是聚乙烯和聚饼烯的 主要是它的成分 本身呢是安全无毒的 咱们超市也都用塑料瓶去装矿泉水啊 装汽水都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用它来装醋 因为醋的酸度比较高 时间长了以后了 就会导致里面的一些乙烯单体 慢慢释放出来 溶解到醋里头 要是用了塑料瓶装醋的话 会有什么危害 比较轻的话 就会头晕啊 恶心这些症状 但比较严重啊 会导致一些贫血啊 这些严重的不良反应 对中国的醋啊 这个品牌有很多 您看那个山西人啊 咱们大几会都知道 比较能吃醋 而且呢在吃醋这方面呢 人家还有自己的心得和总结 说是男人不吃醋 感情不丰富 女人不吃醋 家庭不和睦 老人不吃醋是越过越糊涂 小孩不吃醋是学习不进步 说了半天这个醋了 接下来我们教一个大家 这个吃醋的一个方法 究竟这个醋应该怎么吃呢 做一个这个万能捞汁 用这个醋做 做了这个汁之后啊 无论是摩浴丝啊 土豆丝啊 各种各样的搭配都行 这到底怎么做呢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 实践出真知 对不起 让我再说 剪烦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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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e cruising in my lane fast, call it high speed I been working hard, yeah, I been working nightly If you think you'll win, ha, nah, f***ing likely I be taking shots, yeah, cold-blooded, icy Watching numbers grow is what I call sightseeing In the front row, run it up when they hype me The following grows, they know how to ignite me Call me CEO, I been running s***, right, see And I ain't playing games, I create my own lane Making pleasure out of pain, uh Turning losses into gains I'm the boss, I'm making change, I've been rocking this exchange, uh Popping off and risking things, gonna make a f***ing name I just wanna be famous But I don't want that cheap fame, no, I'm not that vain I just wanna be grea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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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n't no motherf***er in this room, can do it like me Open up your eyes and insert a little rising You don't have to love me, you don't have to like me Got enough love in myself, in my psyche You should have the same in your brain nightly If you wanna taste me, you can f***ing try me If you wanna hate me,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And if you go and hate this, you can f***ing bite me Okay, I'm going off every chance I get I don't really take a loss, well, I'll admit That's why I make it to the top, yeah, I commit And no, I'm never getting lost, I get after it Investing in my own stock, cause it's faster than Any crypto hits go, let me spend Everything that you see is something I invent And it's only a percent I'm gonna taste shots, if I miss all, forget it I'll take a fat loss, just to learn all that's in it I'm taking snapshots, learning how to fall and get it I'm getting back up, always stand tall, don't sweat it I never back up, I don't miss a thing, don't regret it I'm always learning, you can call me academic I'm always working, never been apathetic Bad energy is like a poison, needs a man, a septic Aint no mother f***er in this world can do it like me Open up your eyes and insert a little rising You don't have to love me, you don't have to like me Got enough love, I'm in myself, in my psyche You should entertain me, you'll pray nightly If you wanna take me, you can f***ing try me If you wanna hate me,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And if you go and hate this, you can f***ing fight me Aint no mother f***er in this world can do it like me Open up your eyes and insert a little rising You don't have to love me, you don't have to like me Got enough love in myself, in my psyche You should have the same, and you'll pray nightly If you wanna taste you, you can f***ing try me If you wanna hate, ouch, you know where to fight me And if you go and hate this, you can f***ing bite me 萬能撈汁,这方法呢,交给大家了哈 好,接下来打开健保典,我们看下一个实践未解之谜 漂白的莲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莲藕一身宝,秋藕最养人 历秋后,莲藕开始大量上市 生吃清热去火,熟吃贱脾养肺 同时还能润肺去脏 非常适合现在的季节使用 但最近,我们的一位热心观众刘女士 且发来了一段视频 我记得一般的藕放个一两天的话 它就表面就黑了 但是这个我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 它这个表面仍然非常的白清 非常的光亮 这就奇怪了 通常藕很容易氧化变黑 别说一个礼拜,两天就可能变色 为什么刘女士买的藕 存放一礼拜,丝毫没有变色呢 我们走访了超市菜市场 发现确确实实事变上是有两种藕的 一种是带泥的,一种是挺干净的 那这个干净的,一般卖菜的 肯定会说这个是为了卖相好 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 就像是我们去买那个净菜一样 清洗过的嘛 不不不不,我跟你的意见不一样 这个洗还分怎么洗呢 如果拿清水人工去洗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没有问题的 但就怕它里面放了表白剂 你看这两种藕 这个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了那种带紧的藕 然后自己洗 这种是直接买来的这种干净藕 对比一下,这很明显的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洗干净的藕 大家可以看出它表面了 还是稍微有点粗糙的 麻麻点点的 另外仔细摸了,可以摸到一些纹理 另外它是一淡黄色 有的时候淡红碎都是正常的 但是再看这个,是咱们买来的藕 表面非常白,而且摸起来 零光水晃 摸起来摸不出纹理来 拿起来,鼻子前面闻一闻 你来闻一闻 是不是有一股酸的味道 酸的呀 对,一股酸的味道 而且很刺鼻,对,咱们试一试 它是不是加了什么特殊的原料 咱们先把藕泡在这个清水里泡一会儿 泡上几秒钟,咱们看一下 现在咱们用一个PS值试纸 这个试纸可以轻松地判断一个液体 或者一个物体的酸碱度 大家看一下,这是它没泡过的情况 这正常的情况 现在把它泡到水里面 好,拿出来看一下,颜色变了 那么跟我们这个PS值试纸上面说明 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上面有树 这个颜色呢,刚好在二到三之间 说明这个液体是偏酸的 那用什么处理呢 吃了会不会对身体不好 主要更多的,咱们在市场买到这个藕啊 是要通过柠檬酸处理的 柠檬酸 我们在很多食物上都可以看到这个柠檬酸的标志 它是好东西吗 就我们可以食用吗 一般来讲,食用的柠檬酸啊 对人体是完全没有害处的 但是很多咱们市场买到藕啊 它是通过工业的柠檬酸处理的 这样对人体就会有害了 因为工业柠檬酸含有很多重金属 这样长期食用啊 会加上我们肝肾的负担 这个藕啊,你就不能这么买了 不能以貌取偶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不会挑啊 不会看啊 不会辨别啊 说到挑我肯定是有方法的嘛 对啊 首先呢,咱们看 我刚才大家说了 看颜色 颜色表面呢 有粗糙的纹理 另外呢 就这种颜色是淡黄色淡红色 都没有问题 对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呢,如果说表面非常白 摸起来很光滑 这种啊,就一般是处理过的 哎,脸藕的小孔好像有点不一样 没错 这藕啊 你看它的孔 都有孔 但是孔的多少不一样 咱们市面买的藕啊 有七孔的 九孔的和十一孔的 不同的 九孔的这个藕啊 是发育最好的 脸藕价值也特别高 而七孔呢 它是发育不全的 而十一孔呢 就发育有点过了 所以九孔是最好的 脸藕买回来之后啊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炖排骨 除了这个脸藕炖排骨之外 各位还知道一些什么样的其他吃法 我知道还有糯米藕 糯米藕 给这盐里头添姜米 两半 我觉得方便 对,尤其夏天呢 我们这个季节吃特别适合 说到藕的做法啊 大家想到比较清淡的吃起来 今天我反其二而行之 给大家推荐一口口味浓郁的藕的做法 而且它还能下饭 孜然藕片 哦,孜然藕片 哎,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莲藕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都是寡淡无味的代名词 而这道孜然藕片 完全颠覆了普通的做法 莲藕的清淡 碰上自然浓烈的汤香 再烹入醇厚的黄酒 热油高温 把浓香和爽口巧妙结合 成为一道口味浓厚的下饭菜 另外它还是一道做法极其简单的美味 原料一目了然 莲藕,小香葱,自然,黄酒,椒盐,生抽 莲藕分两种 一种短醋,口感绵,适合包汤炖煮 一种细肠,口感清脆,适合凉拌炒菜 我们做这道菜选的就是细肠藕 准备工作非常简单 把藕切成半厘米厚的薄片 小香葱切碎备用即可 做这道菜要解决两个难题 第一,怎么让自然的香气 最大程度地释放出 第二,如何让莲藕更入味 一起跟着做莲藕一绝的厨师长张冰来学学吧 第一步,先让自然香气更浓 自然要提前处理才行 要想让这个自然味更香更浓 你不能直接往玻璃撒 里面拿油煸一下 锅里加入少许的油 油烧热后放入自然 慢慢煸炒 注意,一定要用最小的火 以免不锅 接下来就是如何让莲藕更好的入味 第二步,等香味出来 加入藕片煸炒 等藕片有点变软 就可以撒椒盐了 椒盐就是莲藕入味的关键 同时也是整道菜 调料虽少,味道却很浓郁的 关键 因为椒盐里面的盐不是太多 但是味道很丰富 椒盐里面除了盐 还有花椒 花椒独特的椒香 还能刺激食欲 翻炒均匀后 烹入黄酒和松香 撒入切碎的小香葱 继续翻炒均匀 自然藕片就可以出锅了 灵芝厨也能完成的快熟美味 味浓又爽口的下饭美食 称它为夏末初秋的首选美食 真的恰到好处 实践出真知 游戏出污垢 还原近白的 伊贝斯海尼面膜 冠写播出 伊贝斯海尼面膜 深层清洁 温和不景风 扫描屏幕下分二维码 下载温世达手机客户 随时嘴地看电视 感谢优酷玩 土豆网 腾讯视频 走货视频 爱奇艺 热视视频 PPTV距离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二晚 九点二时 我们一见不散 感谢观看